漫漫人生路 早晚要讀书 你好 我是演讲与表达教练斯坤 前面几堂课我们围绕着趋力避害这四个字 学习了说服的心法 也学习了说服的套路 那么今天最后一堂课 我们来完善一些说服的细节 能提升说服的成功率 大家在说服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害怕遇到那种 油盐不尽的硬骨头 他们特别善于捍卫自己的观点和利益 有时候你越说 他们就越反对 你再说 他们就反过来就要说服你 其实这也很正常 分享一个心理学现象 人们都有一种 选择性注意倾向的一种本能 会更倾向于 只注意到 支持自己原本观点的那些信息 对于那些和自己原本观点 相左的那些信息 尽管就在眼前 尽管天天发生 他们就视而不见 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对我夫人 总体来说挺好的 一旦一吵起架来 她就觉得她是对 那然后我就完了 我处处都是错的 祖宗十八代都错都 曾经对她的好 给她买包包 刚刚还做了一段饭 她瞬间全都忘了 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某一位长辈特别好酒 那你再怎么努力的劝她 她只会告诉你喝酒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她喜欢酒 所以在她眼里 她只会留意到喝酒是好的 那些相关的信息 所以那种种的喝酒不好的证据 她即使看到了 她也看不见 那么这些硬骨头 那么执拗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人们总是担心认知失调 也就是说 当我脑袋里 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 和这个事实相违背 这会让我很难受 但这个难受 并没有促使我来改变我大脑的认知 反而让我去坚持这个旧的认知 不接受这个事实 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继续捍卫我的观点 那么在这个方面 就是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最经常遇到的障碍 你能突破这个障碍 你就可以先发制人 而且能提升说服的成功率 那么今天呢 我会教给大家几个说服的战术 来提升你说服的成功率 我们一个个来学 第一个战术 识别良机 创造环境 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你要说服老板给你加薪 什么时间段提比较好 在某一个重大项目开始前就提 还是项目成功之后再提 当然是后者的对吧 说服也要看机遇的 不要一有了说服的动机 你就马上批电批电的跑去说服人家 你要懂得为你的说服 创造更好的氛围 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条件 你自己想想看 是不是自己心情好的时候 更加容易答应别人呢 人在不同阶段 对同一个观点的理解 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我发现很多人在说服的时候 对那个氛围啊 不敏感 不懂得去观察别人现在的状态是好还是坏 那直接就开口巴拉巴拉的去说服 这是不对的 但要记住这个好心情效应 人呢 在心情好的时候 很容易接受他人的观点 一个人在心情好的时候 会更加向外开放 去倾听信息 自我思考其实很少 而且行动速度和决策速度是很快的 相反 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反应是比较慢的 决策也很慢 而且都是内向性思考 听不进去任何东西 另外呢 还要懂得为自己创造主场优势 你想要说服你的客户啊 没有必要一直去他办公室去拜访他 那是他的主场啊 他有绝对的优势 我以前在做销售的时候 我就特别会创造条件 我有这么说法 我找个借口 把客户骗到我这里来 因为那是我的办公室 那是我的会议室 我有主场优势 如果今天我就是要说服他 等到他来的时候 我连让他坐在哪个椅子上 我坐在哪个椅子上 我都是提前设计好的 总而言之 这就第一个战术 识别良机 为自己创造环境 第二个战术 从对方的口中获得 你是否有说服他的权利 并且告诉对方 你有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自由 这就要有点长 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来做个示范看看 哥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 它有多好多好多好 你为什么给我介绍 你经过我允许的吗 正确的示范是怎么样的 王总 我有一个在其他公司 验证成功的一个项目 想要分享给你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稍微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可以吗 不错 说来听听 你看这就叫做从对方的口中获得你去说服他的权利 因为他说了你现在可以来说服我了 那你就被允许了 如果他说不需要 那你就没有获得这个权利 你没有获得权利的话 一定不要开启说服模式 你可以再换其他方式 再软磨硬泡一会儿 直到他给你这个说服的权利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呈现你想要说服的那些部分 那么刚才说的告诉对方你有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 我做个示范 王总 我待会给你介绍完这个项目 你就结合自己的需求 你听听看 顺便也给我一些建议 你要觉得可以 咱们就合作 如果觉得不行 也没关系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说呢 人不喜欢被剥夺选择权 试试看 你向别人提一个请求 告诉对方 你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做 那就是买 那就是听我的 对方会配合你吗 不会的 对方内心很不开心的 一个人 无论做什么 他要是觉得这件事情啊 他有选择的空间 我可以做 我也可以不做 那么内心是很有安全感的 那说到这里我就要总结一下 第二个战术的目的是什么 是来为对方创造安全感 让他觉得待会你要说服他这些东西啊 并不是强推 而是觉得待会无论对方说了什么 我都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 那么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就会愿意听你讲 好总结一下第二个战术啊 从对方的口中 获得你是否有说服他的权利 并且告诉对方 你有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自由 我们来讲第三个战术 不断的让对方觉得你和他是同一类人 我做个示范啊 如果对方跟你说啊 他讨厌某个东西 你也要强调说我也很讨厌这个东西 如果对方跟你说啊 他很喜欢某个东西 你要跟他说你也很喜欢这个东西 如果对方一直嫌弃你价格贵 你要强调说 王总我和你一样 我也特别看重性价比 在影响力这本书当中 有几句话我印象深刻 说服的核心在于三个字 相似性 人们总是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 无论是观点 个性经历生活方式 在和自己有相似的人沟通的时候 更加容易引发顺从效应 在说服的时候 得住机会 你就要让他觉得你和他是同一类人 这样等于不断的在创造彼此的交集 交集多了 无论两个人之前的感情基础如何 就会或多或少的去产生一点扭带关系 那这个扭带关系会带来很大的说服推动作用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在说服的时候 对方给你提出那些意义 每一次意义的提出 如果你没有针锋相对 而是去认同这个意义 告诉他 你的这个意义也是我关注的地方 那么每一次意义提出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提升说服效果的机会 那总结一下第三个战术 不断的让对方觉得你和他是同一类人 第四个战术 善用套路 我们之前讲的RID套路还有FAB套路 都是在营销界用了十来年的 被誉于经典的套路 那么他们为什么能盛行这么久呢 一定有他的道理 套路是什么 套路不是那种很龙的东西 套路是一种规律 是数万人经过实践证明的规律 而且一定是有效的 第五个战术 给予承诺和保证 把风险适当的转嫁到自己身上 这什么意思呢 我举几个例子 在各大网络平台当中 有一些为了提升自己的用户的购买率 他们往往会这么广而告知 上巨美优品买化妆品 哪怕用掉一半 七天之内也可以无理由退款 上京东买的iPhone 如果买回来发现有问题 七天之内打个电话也可以退掉 还有呢 如果在新东方报了四级包裹班的课程了 要是最后四级没过的话 可以重新免费学习 或者直接无理由退款 你可能会觉得 只有这些大平台实力雄厚 才可以这么去给客户保证 我可不敢 那我举这几个例子的原因 实际上告诉你一个道理 人们之所以难以被说服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害怕承担错误决策的成本 当你把风险从说服对象那里 转移到你自己身上 或者是承担一部分之后 那整个说服的激励就会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你想要说服老板 给你加薪尼克这么说 老板要是我下个季度 KPI没达标 老板你可以把薪水给我降到原来的水平 那这样肯定会提升说服效果的 而且会刺激你更好去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 总结一下这是第五个战术 给予承诺和保证 把风险适当的转嫁到自己身上 第六个战术 分批次说服 不要祈求一次性就全盘说服 很多人在说服的时候太着急 企图一个15分钟的时间 就说服别人买单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真正的说服高手 他们都会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 然后把说服分解成几次来分别做 我给举个特别通识的例子 您看看 假设我要找你借钱 找你借两千 你可能觉得有点多了不借 如果我偷偷的分四次找你 一次借五百 如果三辆真是朋友的话 我相信你可能会借 心理学上有个叫登门槛效应 一般情况下 人们不愿意接受比较高的比较难的请求 因为他们费时费力又难以成功 相反人们乐于接受那种较小的 容易完成的要求 在实现了小要求之后 人们才会慢慢的接受较大的要求 这就叫登门槛效应 比如说你有个一百万的项目 想要收服客户跟你合作 你今天去找他 那你就把今天的目标设定为说 收服他 让他觉得你的方案比其他的公司相比之下 来的成本更低 今天来就收服这一点 其他的一概不提 就把这一点收服了 然后你就回家 明天呢 你再去 你设定一个新的收服目标 让他向上级来转达你这个方案 让他更有决策权的上师参与进来 这就行了 其他一概不提 你就这么分着几次去收服 就好像按部就班的 带着对方来过一个个小门槛 等到最后你再提要求的时候 你的成功距离就变大 总结一下这第六个战术 分批次收服 不要祈求一次性就全盘收服 那接着现在我们已经讲了六个收服的战术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战术 识别良机 创造环境 第二个战术 从对方的口中获得你是否有收服他的权利 并且告诉对方 你有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自由 第三个战术 让对方觉得你和他是同一类人 第四个战术 善用套路 第五个战术 给予承诺和保证 把风险适当的转嫁到自己身上 第六个战术 分批次收服 不要祈求一次性就全盘收服 大家觉得这六个战术够吗 我觉得还不够 整堂课的最后 我和你分享最重要的一点 第七个战术 七十二小时法则 这个法则来源于小狗前前这本书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一旦决定想要做某件事情 如果在做出了决定之后 七十二小时之内没有去做 可能这个事情他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做 一旦你说服他 一旦他答应了你 那你就要去跟进他的行动 用一些办法让他去做 或者你去协助他产生真正的改变 因为说服真正的需求 不是点头答应 而是真正做的 从他系列课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说服的方法和套路 我也期待你在未来的七十二小时内 赶紧去试一试 因为这七十二小时内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可能再也不做 跟对的人 读对的书 听对的课 做对的事 我们下一节课程 再见 感谢观看